前往冰州造势时 川普突然心血来潮快闪超市 老板好惊喜 先是亲切寒暄 但这时川普出招了 他拿出一张纸开始大批贺锦丽 批评拜登贺锦丽执政之下 同棚高涨 要是贺锦丽再执政 全美经济会破裂 他还强调若自己胜选 第一件事情就是 马上打给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他履行之前的承诺 川普说的是 之前要大陆买单 500亿美元农产品的协议 而川普会来到这人口 不到400人的小镇来拉农村票 川普地毯式的在关键摇摆州 冰州拉票 但是目前民调显示 贺锦丽小福领先 来到50%领先川普四个百分点 川普难道不担心吗 他之前专访时说 如果这次没选上 2028也不会再选 不过现阶段 贺锦丽再抛出辩论的球 说要再变一次 但是目前川普拒绝了 同时贺锦丽又募资 2700万美元 并且预计本周会在 冰州披兹报端出经济蓝图 吸引中检选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接下载TV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